嗨 各位 你們好 我拍一下這個紫色繡球花 這個不是我種的 我種的繡球花呢 一般來說都是 九月以後才會有花包 對 然後現在它還在我們家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 我種的繡球花都是秋天才開花 這個我不清楚 所以我決定呢 再買一盆就是這一盆 然後看 它以後會不會春天開花 那這一盆是 紫色的 那現在有很多品種 有高的、矮的 然後有紫色的、粉色的、藍色的、白色的 然後我這買到紫色的 對 那 我覺得我已經養了繡球花 已經養了三年 我覺得繡球花蠻難照顧的耶 真是 超級難照顧 然後我有看到有一些農場 它們是有繡球花 但是它們普通時候呢 嗯 它們那些繡球花也沒有種在它們的地上耶 好像是每次花季來的時候呢 它們會進了大批的繡球花 種在地上 但是繡球花季一過 它們就會換花 又種別的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的繡球花 農場 的繡球花都是進口 然後季節到的時候呢 種下去 然後 嗯 嗯 卸掉了以後 它們就會換別的花 我發現是這樣 但是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那些農場 你普通時候去看的時候 它們是沒有繡球花的 等到繡球花季一開的時候 它們就有繡球花了 所以我覺得 並不是它們自己種的 也是買來 然後種下去的 我覺得繡球花真的是 超級難種 超級難顧 好 嗯 所以就 用買的 對 嗯 自己有一盆的話呢 就可以不用去擠公車 因為每次去看繡球花田 的時候 那個有時候那種小型公車 好擠喔 然後 因為我又不是紙片人 所以擠在裡面 都好 有時候會受傷 那 所以就 自己買一盆 就不用 跟人家載擠公車了 對 然後 雖然也沒有花海 但是也有一盆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嗯 繡球花 然後 跟大家分享 我對繡球花的感覺 很喜歡它們 但是它們超級難照顧 好 嗯 我覺得把它當季節花就好 真的是 非常難照顧耶 我那一盆 現在 養了三年的 現在醜醜的 在那邊 要等九月 才會有花 所以 春天再買一盆 好 跟大家分享喔 紫色的 謝謝 拜拜